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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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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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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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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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近这些事啊 一桩一剑的 你不觉得奇怪吗 先是 许晗死 然后孩子就突然冒出来了 再然后 当你却找到了许家 这之前纷纷扰扰 搞不清楚的事情 一下子 线索全出来了 就好像有人帮咱们去 那 那您看 你跟他说我没在 然后跟他说 他送来的人 我们会好好地问 去吧 行 我去告诉他 我许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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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你 我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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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英的真实力 我去个洗手间 这家人一起办理 您能带我女儿去当卫生间吗 好 去趟卫生间 爸爸在外面等你好吗 好 珍贵 来 去吧 谢谢啊 没事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回老家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还赶路 谢谢啊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走吧 珊珊 爸爸问你件事 你还记不记得 你上去签班的时候 在这个纸上签名的 是妈妈呀还是小姨呀 是妈妈呀 你现在看过来 昨天的练乱 他就好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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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不离开 神经病 乖哥 嘿 嘿 嘿 喂 喂 赵队 我这要回队呢 许臻啊 你那边案子怎么样了 处理完了 已经跟陈副队报告过了 队听说你找到孩子了是吗 是叫杉杉对吧 对 正好跟我在一块呢 赵队 您别太操心了 回家多陪陪孩子 注意身体 行 我正开车呢 先不跟你说了啊 宝贝 在这儿行不行啊 好 好 那我们就等一会儿啊 老爷看看有什么鸡爪 肉屑宝 知道吗 这怎么样 没有 好 服务员 我们还得等多长时间啊 大概还有半九时 老爷 老爷 我饿了 我饿了 饿了 饿了 好 老爷给你找一个不排队的地方去吃 好不好 好 那跟老爷走 好 哎呦 王先生 哎呦 赵警官 何久不见 嗯 您这也是带着孙众这吃饭啊 是啊 这孩子们不都喜欢吃这个吗 哎 哎 这小姑娘是 这是我女儿 叫我杉杉 我她现在啊生病了 还不能说话 哦 赵警官 你又结婚了 没有 哎 这就是我跟佳英的孩子 怎么 小姑找到了 不算是找到了吗 这事啊 出来话长 哎 哎 您是不是要带着孩子 是 这不是排队吗 他饿了 我再找个地儿 赶紧吃点吧 那行 这儿 我再找个时间再聊 好好好 好 再见 赵警官 回见啊 好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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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个文件看一下 你把这个文件看一下 哎 师傅 怎么了 哎 最近局里面 对王绍峰有什么动作 会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啊 我刚才带孩子吃饭 正好碰见他了 就留意了一下 他是犯了什么事吗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刚才看见了 有人在跟他 不知道是哪儿的 不知道是我们的人 还是纪委的 估计啊 事不小啊 现在我知道了 我这边有消息 我马上去 好 行 啦啦啦 哎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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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怎么回来了啊 找老了去 乐乐乐 我有点急事 赶紧给乐乐做饭 她午饭还没吃呢 我走了啊 这 你干嘛去啊 也不吃完饭再走 王主任 你今天心里有事 要进去吧 我有急事要处理 那你需要喝点什么喝 那你需要喝点什么喝 小胡啊 昨天晚上你不会没回去吧 在这儿睡了一晚上 啊 哎呀 可别感冒了 我 我整理文件 你整理资料 还想着先打个洞 没想到就睡着了 最近 没什么新案子 交接工作 做得差不多了 就回去休息吧 你爱人在警队 有没有 你自己要照顾好你自己 知道了 谢谢师傅 小胡 你最早在大四的时候 到我们所离开实习的吧 对 大四的时候学校安排 那在那之前 我们在哪儿是不是见过你 师傅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一遍 昨天翻我们左年前的照片 我突然觉得 看你挺像我以前见过的一个小鸭的 我们家是农村的 师傅又不是不知道 上大学之前我都没出来过 您上哪儿见得我们 是 也是 你们到底准备什么时候的行动 这是给他最后的一天 抓紧吧 万一他要改变了毒瘾 告诉他老公 我们就危险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今天我见到 赵亦辰了 他带着孩子 估计 不像是在跟踪我 但是我担心哪 他会开始从我下手 现在要处一点差错 麻烦就打了 难道打了中南那边的祸 不能断 只是换个从获的方式 别让警察发现了 中南人住在哪儿 雨以后 我热情 父亲 嗯 哎呦 赵队 我让你把我盯的人怎么样 我一直盯着呢 哪个姓长的最近都不来找出呢 我上一次见到那姓长的 起码也有两个月了 我都打电话给您汇报了 还有每隔一周来一次的那个男的 昨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没过来 我都记在本上 我给您看一下 守长志那边得找一个人 给他大声招呼 事关你们那边 今天我就不用亲自办了 免得留下什么指向性的线索 我会告诉曾哥的 你心里应该很明白 不会出什么差错吧 我干了这么多年了 什么时候出过差错 最近这个周南 没有周围出去过 基本没有 也就是隔一两天出去买个菜什么的 有时候晚上也去对面打乐场走走 他基本上不跟小区的人打交往 行 别看那小本了 我拿走了 周南那边我想万万到时候 你同意他就行 知道了 知道了 那我走了 你也先忙着 好 舜舜 听 inqu姐 za rout 听着我现在马上任из给你们订不了 收收好东西啊 你和乐乐出去玩几天 这什么突然又走啊 这乐乐不还是要上 跆拳道班吗 你哪儿来那么多的话 听我的 都听我的 没工夫跟你废话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呀 别生气啊 比许牙又高了 票点好了以后 我会告诉你的 去路程 知道了啊 小夫啊 这个案子 你带实习生跟进一下 韦特叔 你现在签好 给我一份 韦特人是当事人的家属吗 当事人的儿子 好 知道了 幸亏没了 嗯 您拨票的号码是5号 你查证后择拨 师父 我刚刚都委托人的电话 是空号 这个号码是没错的 马一春不想介入这个事 所以不让我跟他联系 车发了 哥 哥 他们出来了 等一会儿那女的出来 咱们就行动 哥 咋这活儿 不就是要找个机会 制造了意外 整死的孩子吗 所以 才要提前知道 他们要去哪儿 万一我们要是被备住了 万一被逮住了 就咬死是个意外 你不会以为 咬出过幕后就能立功吧 照样他妈是死罪 咱俩 聊两句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 马富贵的事情我不知道 他很早就不管我们了 当年要不然你们把他抓住 我根本不知道他该哪 马富贵被披补之后 是检察院找的你 电话打到老家那边 通知了我 那怎么没来呀 当时我在老家开店 我老婆又怀了孩子 说去耗子里丢人 不让去 可上次我听你老婆说 是他本来要跟你来来的 说你不让 您好 请问您是马俞川吗 是我呀 我是您父亲 马富贵的辩护律师 我叫胡佳音 不是跟你们说了 别来找我 你爱信谁信谁 这事儿我特别能理解你 你说他这些年 对你们兄弟几个 也是不问不问的 突然间出事了找你了 你肯定心里不舒服呀 这时候搁我呀 我心里也不痛快呀 我干吗还花钱 给他请律师啊 谁会花钱给您请我 要不是那个姓王的律师 主动找到我 我管那老鬼是死是活呢 原来是王尚峰律师 主动找到你啊 我还以为是你 花钱给他请的辩护律师呢 那个律所啊 说几句话就要几千块钱 谁会花那个冤枉钱啊 我 不是 你什么意思 我可没说他没主动找到我 你就算是警察 你也不能瞎扯吧 你也不能瞎扯吧 王尚峰 你要是做伪证 撒谎 就等于把你自己 往火坑里推 你自己心里头有数 你要现在跟我说实话 还来得及 我可以帮你 谁 王主任 有位姓赵的警官找您 赵警官 快 快快快快快在那里 带着孩子来的啊 是是是 小宝贝哥坐在那儿 坐在那儿 帅哥 你坐着等我一会儿啊 坐坐坐 好嘞 那你们二位需要喝点什么吗 赵景文啊 想喝点什么吗 不麻烦了吧 待会儿多一会儿就得走 那行 那就不用了 把门关上 走 您看 这是昨天啊 见了您的一面 好多话呢 还没来及跟您说呢 都在散 是 今天啊 特地过来拜会您一下 也没有提前预约 跟您添麻烦了 昨天你告诉我 小胡找到了 孩子找到了 还愿意把我给高兴的呀 怎么样 小胡还好吧 你知道 小胡是我的徒弟 他还喊我一声师父 所以你们两口子的事 我会尽心尽力的 你找我肯定有事说吧 还真是有些关于佳婴的事啊 想在跟这儿了解了解 佳婴在失踪之前 应该是接过一个 贩卖毒品的案子 贩卖毒品的案子 对 她的当事人叫马富贵 罪名就是涉嫌贩卖毒品 那个案子啊 嗯 记得 当事人 当事还不到 审查起诉的阶段 就病逝了 对吧 对 没错 我还记得佳婴当时 明天还去找过她的家里人 这事你还有印象吗 是 当事人的儿子 没错 马玉川 我的同事当时还来咨询过您 说他想给他的父亲 做辩护的事 想起来了 又这么回事 有有有有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说吧 能不能 可是根据当时的笔录呢 双方都是承认 是马玉川主动来找到您 当时我们也对这个事实 进行了确认 的确没什么出入 但是最近啊 马玉川却说 当初啊 并不是他主动 来律所给他的父亲 请辩护律师的 而是您拿着委托书 去找的他 书是可以给他做 免费的辩护 并且您要求 他在委托车上签字 和并且保密 您要有时间的话 可以听一听 好啊 我一定听一听 王律师 马玉川不懂法 马玉川不懂法 当然了 谈为了一点点的辩护费 撒这个谎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您是老牌的 行辩律师 在配合调查的过程当中 撒这样的谎 是个伤案的后果 你应该比我清楚啊 这件事情啊 真是很抱歉 赵警官 怕惹麻烦 当时我一会儿去找马富贵亲属的那个人 后来一起抓起来我才知道是个赌贩 你说当时我哪儿知道啊 他来跟我说说是马富贵的朋友 愿意出钱替马富贵请律师 而且还让我装成马富贵家属委托的样子 这么来的 知道吧 你说我能不懂这事吗 对了 当时办着案子所有的那个案卷呢 我还留着呢 我给你找 我看看啊 在这儿呢 这是所有的资料 你看一看 没事 您说 家英失踪的事 跟这案子有关系吗 赵警官啊 当年呢 我就和你同事说过 和这个无关 当初马富贵的这个案子 是因为我当时太忙了 临时让小胡处理的 你想时间那么短 怎么可能 找到小胡的头上 你想一想 可能吗 明白了 我今天来呢 也就是想做个调查 感谢您的配合 另外 这个东西我能带回去看吗 赵警官 我刚才就说了 你需要什么资料 你就到我这儿了 特别感谢您 这样 我呢 大家还得先走 有问题啊 我前面请标 赵警官啊 你看小胡也找到了 孩子也找到了 你现在放心了吧 是是是是 那我先告辞了 好好好 来 感谢 感谢啊 好 好 好 珊珊 我们早上好吗 好棒 真好看啊 真贵 赵警官 没事常来啊 行行 那我们先走了 您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好嘞 好 他来找我了 马富贵的事 盯上我了 你们要想办法 打赫警官 男人 我 你 喂 你 他 还 你的 冲 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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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呢 空脚卡呢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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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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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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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姐 姐姐 姐 姐 姐姐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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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